进度发明 我们最高的指导纲领 就是金业三福 金业三福同一起大成法 头一个孝顺父母 怎么样孝顺父 真的孝顺父 我们自己这一生修行成就了 真一孝顺父 为什么父母都在读了 严于所谓 一子成佛九祖升天 你往上面去 九代祖先都升天 这是真相啊 那我自己要不认真修学 我的祖先什么好处都得不到 读一朵地三金 婆罗门女是怎样救她母亲 她母亲造作物业 躲地狱 她用什么方法帮助她 她用的方法念佛法门 她不是念阿弥陀佛 她是念救法定自在忘佛 真正念到一心不乱 真正念到一心不乱 我们知道 念到四一心 就是菩萨 念到一心不乱 念到李一心 发生大死 她真念真干的 为了救母亲啊 母亲躲地狱 平面地念呢 一天一夜 她就得一心 得一心呢 地狱就先前 地狱的鬼王 看到她来了 货掌跟她行礼 问她 菩萨 你到这个地方来 有什么事 成到菩萨 这个地狱一般人看不到的 一个是到地狱 教化众生的菩萨 那些妾 一个是到地狱受罪的罪人 除这两种人 别人看不到地狱 跑了门女 向鬼王打听 她的妈妈 月地狱女 三天前过世了 在世的时候造作很多罪业 我想打听这个人 鬼王就告诉她 哦 她 听说她一个女儿非常孝顺的 给她念这个 九华丁字在王佛 给她超度 她三天前升天了 不是等你经念完了 你那个心也动念了 她就得到了 她就得利益了 发真心感 故事的父母祖先 统统得利益 不需要任何形式超度 形式是做个世间人看的 是属于宣传 让大众晓得这个事情 是宣传 真正的行 是自己发心正感 那么我们依照 敬业三夫的指导 是真感 孝亲 尊死 念念不忘 父母祖先之德 念念不忘 劳斯教诲之恩 没有劳斯教诲 我们怎么会知道 这一生所得到的殊胜功德利益 感谢父母祖宗 感谢老师 念念不忘 具体的报答 报恩 就是自己真正做到 信接行政 一教奉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